我问了3690 174元有货,走不走好呢? 董卫华来的 听不到,不好意思 对了,3690,美团 3690,美团 他就说174元有货 下个星期五会公布业绩 他就问你现在赚少少走不走好 其实他仍然是一个波幅率上下运行 我们要承认他真心来说仍然是属于偏强的股份 这个无法否定,事实就是一个事实 你见过每次,其实老实说你去投资他 你已经没有运行的 你特别是跌了几棍你才做长运行的 你绝对被人夹上去 变成就是说,其实今天见到市况气氛 亦是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 现在的指数不是很升 但是内房股夹胆仓都夹得挺轰烈的 暂时存定了指数气氛 我相信这个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美团其实很喜欢 因为近日他说了夹胆主力 即是夹胆主力 是,夹胆主力 对,夹胆夹胆 所以变成了如果他进一步夹胆的话 以他的波幅率 他能夹多5-6元上去 有多难 所以我也真心说 你买的那个价位 坦白说真的挺漂亮的 变成了我直觉的感觉 不如不要浪费了 反正你买的位置这么漂亮 不如博他升多5-6元 令到你的投资修理率 可能可以高一点 当然我会觉得 没有那么容易 在业绩未公布前 就偷鸡地突破上面的区间 所以野心没有太大之余 不如再等多几天 所以投资建议 帮大家聊聊聊